大家好 欢迎回到大神爱疗愈 我是May 今天我要来分享和谐分采 说是和谐分采 可是我觉得也很像是心灵能量的彩绘 像我自从开始学和谐分采之后 然后有时候想到就会把它拿出来画 然后就是很随意画下当下的心情 当下的状态 因为你就只要面对那一张纸 你不许用去跟别人说话 然后就可以静静的在那个当下 专注自己所有的事情 然后昨天我画了一幅画是 就是像镜子一样的投射 对 那是其实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然后就某某的那种发现 那个样子 就是两个人 然后可是互相看着 那两个人 真的是两个人吗 还是一个人 我就感觉像是一个是 自己的眼睛看出去的自己 就是从自己的内心投射出去的自己 所以我起来之后 我本来还想说 这个怎么这么特别 因为凹修长卡里面也有这张牌 就叫做投射 然后那个投射 它的背景是一种竹子画的 然后再一样是两个人 然后互相彼此看着 所以就像我们常听到的 外面的世界没有别人 都是我自己心里的投射 就像为什么有些事情 别人一讲 你就觉得很好笑 或是别人才一开口 你就觉得很伤心很难过 那都只是 刚好对应到你自己的内心的 那个部分 会让你觉得开心的部分 或是让你觉得伤心难过的部分 就是很如实的呈现而已 所以外面的世界 没有别人这件事情 只是在强调 嘿 亲爱的 我看到你了 我看到我的内心 现在是什么样子 别人会让你感觉 伤心快乐难过 刚好都只是你身上 有这一部分 因为就像同样的一句话说出来 有的人很有感觉 有的人却 那是什么 他可能不觉得什么 所以当你对别人有任何情绪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 是先停下来 而不是可能急着 当然如果是快乐的情绪 你当然可以跟着 就是原来这个东西 会让我感觉到快乐 我是很喜欢的 可是如果是觉得伤心 难过愤怒 不要急着要回应别人 不要别人说着话 然后你自己的伤痛被暗到 你就急着要回应 急着要回击 对 这样子是对方可能也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昨天晚上上课的时候就有个同学 他就问我说一下话什么 然后他可能觉得前两次画画的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觉得啦 可能因为我们上一周有停课 他就因为身体的状况 所以他这次就想了比较久 他想要画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他给我看了一个demo 我就说这个东西是比较复杂的 那可能时间也需要比较久 对 然后我就跟他说 而且这个是需要画画 他给我看那个是一个非常精致的那个粉彩画 他除了粉彩之外 他还有画画的元素 然后他还加了很多的细节在里面 看了一下我想说 这我画可能一个小时一定画不起来 至少一个半 甚至到两个小时 因为他真的很多很细的细节 对 那我如果在创作那个东西的当下 其实我没有办法同步教学 因为同步教学一定会分析 那同学听了我分析之后 他说嗯好那可以画别的 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又听了他的故事 他就跟我 因为我就说那你有想画什么 他就跟我说 他说自从上个画画之后 他也会越来越观察大自然的风景 我觉得有可能跟我自己相关 因为我如果你有看过我的粉彩画 我的粉彩画很多都是大自然的风景 就是我今天看到什么风景 我觉得很可爱 我就会回去想把它给记录下来 用画画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像我自己很喜欢大海 大海就 就作品在我的里面就非常多的呈现 晴天霹雳下大雨 对 所以现在打雷了 然后那个同学就跟我说 他这几天在坐车的路途上就看到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树 因为现在是夏天坏秋天 正常来说应该树都是非常的茂密的叶子 然后看起来叶子都很翠绿的 就连枫叶现在自己去看枫树 连枫树的枫叶都是绿色的 来到球连才会慢慢变黄变橘嘛 然后他就说他看到那棵树长的好奇怪啊 明明就是一棵很大的树 可是他居然却是连一片叶子都没有 可是他看起来又很活力旺盛 我想说怎么这么特别 那我猜这个树吸引他的地方一定是跟他自己内心有某些印象 我就说哦好啊 那我们今天可以来画这个 那我说那还有想画什么 他就说那他想画两棵树 一棵是非常大非常茂密的树 然后就叶子非常茂密的 另外一棵就是觉得很吸引他的那棵树 我就跟他分析那个构图可以怎么够 我们就开始画了 然后因为可能在学习的过程中 大家都会觉得老师我这样画对不对 老师这样画对不对 我都会说那不会啊 可以啊很好啊 只是他后来第一棵树他画好之后 他就说他的那个质感啊 感觉都超过那个树的样子 然后我就说哦那你或许你还可以在树的时候再补一圈 让他感觉还是盖住的 就是叶子真的是鼻子干还茂密的 好第一棵树这样完成了 然后第二棵树呢 因为我很认真在揣摩他那个第二棵树长什么样子 虽然他告诉我这个故事 可是对我而言 我的树不是长那样子 我就开始画我自己觉得的树 每个人印象中都有自己枯树的样子 然后我立刻想到就是我那时候还在念五专的时候 我在学校里面在散步曾经看到一棵也是枯树 而且那棵树很特别 他就是旁边真的都没有树 而且他在校园的一个很角落的地方 你平常不会看到他也不会在意他 那天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信我 于是呢我就想起那棵树 我就把它画了下来 它是一个很瘦很高的树 那因为那时候是冬天所以的确都没有叶子 然后他就是直直的很直挺挺的一棵树 然后树干没有太多的分支 所以就很简单就画下来了 画下来之后我就看着他 然后我就想到白石杰桥这幅牌 于是呢我最后又帮他加上了一个绿色的嫩叶 那同学就问我说 老师你在画什么 我说哦因为我觉得 生命来到死亡 其实不一定是终点 它有时候会是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我帮他象征性的画上一片绿色的叶子 代表新希望的开始 新生命的开始 他说嗯他只是看了一下 可是他很可爱他也没有找我的方式做 他就开始自己又画画画画画 又终于画好 他就跟我说老师我觉得我画错了 我想要涂改我想要把它擦掉 他说我觉得我的那个枯树的树干和树枝 画太茂密了 我就想了一下 我说好那你给我看看 我看了一下发现 哎不会啊 我觉得他手画出来那棵枯树 就像他传达给我的那棵树的感觉能量是一模一样的 我就跟他说不会 我觉得画得很好 而且我是真的觉得画得超级好的 很特别就是我真的没有看过他那样子 他说的那个枯树因为他自己就是被那样子的形态给吸引 所以他才特别关注他 以至于他跟我分享 然后我就说不会啊 我真的觉得你画得很好 我觉得不需要修改 每次我们会觉得需要修改 可能都是脑袋会觉得 我觉得画得不够完美 我觉得画得怎么了 可是我跟你说 我觉得和谐分材 当你是很专注在那个当下做这个创作的时候 你的画里面其实有你的能量 所以那个你会怎么图 你会怎么下笔 其实都是刚刚好的 很少有说很大的事物 甚至就算有很大 你觉得很违和的地方 你现在看觉得怪怪的 你下次来看 我觉得他都会是一个提醒 是啊 所以我就跟那个同学说 我觉得很漂亮 我觉得画得很好 就这样 我觉得不需要修改 对 因为那样子的修改 在我的眼里看来 可能就只需要整个很大的 整个都擦掉在重画 可是我觉得就缺少 一刚开始下笔的韵味 对因为我自己在 检视我自己以前画的作品里面 如果我修改 自己修改真的会 味道会有点跑掉 对所以就像那个当下 你在画画的当下 就是全神灌注在那里面 那产生出来的作品 就是最刚好 最能够体现你 当下心情的作品 所以没有好坏对错 它就是一个很基本的样子 它就是当下最完美的呈现 所以我就觉得 哇好妙哦 原来 看着它的那幅图 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 我们每个人也像那棵树 每一棵树 有不一样的样子 这棵树选择的是叶繁荣茂密 这棵树居然选择光秃秃的 一片叶子都没有 它只是用它的枝叶 用它的枝干来展现它的美 所以 我觉得是 每个人要知道 我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 我接受我的样子 我可以自然的呈现 我现在的所有样貌 到我能够接受 嘿 一定会有人喜欢你的 一定会有人注意到你的 好啦 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里咯 祝福大家 有一个愉快美好的周末假期 也祝福你 拿为力量 勇敢地做自己 我们下次见 拜拜